佛法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有没有方法 让我们很快去书 我跟张家达斯提出这个问题 提出来之后 他老人家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我们两个对看了半个多小时 一句话没有 我等他开始 他看我什么 我们年轻幸福气早 幸福气早不讲 以后我都明了了 进入他的磁场 一定要把念头放下 妄想放下 杂念放下 心 到清净的 他才会说话 你的心不清净 浮躁 他绝对不会说话 我遇到这么个老师 我还跟他三年 他告诉我 你看看了半个多钟电视 说了 有 我听到这有 这精神振作起来了 振作就不行 你浮躁怎么又起来了 自己不说了 说了一个字不说了 这一次停了六七分钟 告诉我 看得破 放得下 简单讲 就是看破放下 看破 帮助你放下 放下 帮助你看破 从初发心 到如来地 就这两句 像爬楼梯一样 一层一层 上下 看破 是了解四十真相 就是 大臣经上说的 诸法是相 宇宙人生 这一切法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明白了 你自然会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 其心动力 分别支柱 以后我们慢慢 其如 大臣经教 逐渐明了了 佛法教学 终结的目的 是叫我们 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 就是平常讲的 臣佛 臣佛就是回归自信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你什么也没得到 为什么 自信是你自己 真心的 真心里面 一样不缺 就像慧能大使 在谈经上 说的 他半夜三更 无足召见他 在方丈事里头 无足给他讲经 干净 那我们 那我们晓得 慧能不认识 识 没念过 书 决定不会用 金本 都是 口说 把 金刚 金的大义 讲给他 听 讲到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慧能就开悟 开悟之后 向老师提出他的报告 他的报告 二十个字 无句话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这第一句 这个意思是 没有想到 自信本来是清净 从来没有忍着过 那忍无是什么 忍无是妄信 是阿赖 不是真心 真心 从来没让过